机车骑进眼前这台 看似加油站的机台旁 但这里其实是卖场的自助换油机 跟着语音指示插进油墙 换废油装新油 短短五分钟全搞定 下班时间晚的话 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不需要去等待 就是在台特地去找机车行 米奇摩托车人来卖场购物 大概占了四成三左右 其实比开车的人更多 所以我们想说这么大一群的消费者 我们希望提供他们更多的服务 来卖场多逛一逛多走一走 看准庞大机车商机 业者也乐得在全国30家分店 引进自助换油机 增加民众进卖场诱因 除了自助换油站 现在卖场业者 更把整台的电动机车的换电站 搬进卖场里头 就是为了要抢工更多的机车客源 拿起电动机车里的两颗大电池 插入充电座后 全新电池再跳出来装回机车就搞定 充电站看似普通 却是藏身在卖场二楼 把客源直接导入到卖场里 另一家卖场则是和电动机车业者合作 6月底前 全台总计推出20家门市 附设换电站 改变营运策略 传统卖场大润发 走进社区大变小 就是因为观察发现 机车客进来建成消费主力 而原本像是全联则是越展店越大间 各自互抢客源 前两个月卖场业绩大润发成长了一成五 加勒服务和爱满也都爬升一成 民众买东西也不再大包小包 刺激业者开拓出盈利新模式 介绍政务登丽 台北报道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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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